有一句摘子论语 大家也经常听到的话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这句话是有很深的道理的 为什么说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呢 因为你不在这个位置上 不知道这个位置上的 总体情况和具体细节 及其方方面面复杂的关系 不知道事态所处的发展阶段 及其愧难之处 你就自以为是乱家评论 你不知道内情 你从外面看 看到的都是表面情况 你就帮它触目划策 这是在帮倒忙 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你只有在其位 在这个位置上全面了解 上下的关系 具体的情况 知己知彼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谋其正 所以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去乱废话了 不要去评价别人做得怎么样 不要去挑别人的毛病 不要去说别人应该这样 应该那样 不在其位的旁观者 说起来轻松容易 其实 你不知道在其位者哪里有困难 哪里出了问题 你不知道他的艰难 不知道事态是何等的错综复杂 天下的事 也很复杂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也没有那个精力去管 我们不要去管别人的事 要做好自己的事 把自己搞清楚 你首先要清楚 自己在什么位置上 然后要全面了解 所做的事情 正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正确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做到知己知彼 你就能做好自己的事 这个道理 其实大家也都容易理解 但是做起来却很难 这个世界到处都有 不在其位 好谋其正的人 请问 您是否也经常干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措施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